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传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欢迎收听圆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现 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袁医生你好 Della好 大家好 今天我们的题目我相信真的没有什么人是未听过 或者身边的家人经常都在受这个症状的困扰 就是被斗炎 香港好像这个症状都挺普遍的 因为现在我们大部分生活家居都有冷气 出入也有冷气 但是在街上又没有 但是到冬天我们香港不会开暖气 因为其实香港现在都不冷 很多时候都听到身边的朋友 家人都会常常有这个问题出现 而且也有些人就将这个鼻豆炎和鼻敏感 就混在一起来说的 袁医生好吗 不如我们定中分析一下 究竟鼻豆炎的症状是怎样的 和鼻敏感的分别是怎样的呢 鼻豆炎的顾名思炎就是鼻豆发炎 通常可能因为病毒、细菌、毛菌、敏感、引发的 鼻豆炎和一般的敏感和一般的伤风有些不同 一般伤风你会觉得鼻塞的 或者是某个地方有面胶脏 但是鼻豆通常是当你的鼻豆 就是可能那个我们叫做棉珠丹那里 那里有叫Maxillary sinus 或者那个前颜 前颜那里都有那个豆 就是有Sinus在这里 这里你感觉是有一点点痛的 甚至是很痛的 或者是很胀的 有时可能导致你的面和牙齿都会痛起来 这个就是鼻豆炎的主要症状 和一般的伤风敏感有些会不同 通常都会有鼻的分泌 或者鼻塞 甚至乎出现鼻豆性的头痛 就是鼻头 或者鼻头脚 就是鼻涨的头痛 这样 所以这个和一般的伤风的表面症状是不同的 比较深层一点的严重 当然 比较严重的 可能是细菌性的感应鼻豆炎 如果你不治疗它 都可能会有严重的 有些可能的严重的问题 好了 每天也是望闻问切 自己望望望望下 看这个鼻痘的分泌是什么颜色,有没有其他显示的资料是知道这个是鼻痘炎呢 听听患者怎样说,如果那个患者说 我觉得那个鼻痘,主要是那个面珠灯,前压,眼眉上心,前压,很大压力,很脏的不适 令我呼吸很难才能透气 你想到这个,你就会想到卡丽碧,这个最常用的疗剂 卡丽碧是重落酸甲,卡丽Bicromicum 如果你听到那个患者说,我鼻痘很痛的 而且我发现那个鼻痘有臭的芝士味 这个症状,你会想到就是那个Hepasulfurus 就是那个流化钙,Hepasulfurus 如果你发现,如果病人说 他说,不知为什么呢,我口气很重 还有很多汗都有很多味道 我真的可能有很多毒素在这里 那你就想到什么呢,是水银,Mercurius 它就拱了那只疗剂了 好了,如果你听到病者说 我最近工作很忙啊,没停到做啊 差不多周末都要做啊 有时候我去到一个冷气房间 虽然就会突然之间打一次,打得很厉害啊 搞到我鼻骨塞到,但不能呼气啊 这种你就会想到是马前子 如果一个白患者的家人说 我女儿就现在是很不舒服啊 说鼻骨塞得很厉害啊 但她死了就疼我疼我,不肯放我走的 这个就是那个Palsatella的白头翁 所以有时候你问一下 这个问题是什么时候开始啊 怎样痛法啊 痛在什么部位啊 这个是很重要的 遇到任何的情况都要了解 还有看她那个情绪状态 精神情绪状态 在同一个疗法是一种挺有用的指引的 好了,给一些简单的坏切的指引 那如果你遇到那个鼻铜炎 主个症状就是 那种鼻铜的地方 是很胀,很压 OK 跟着流出来的鼻涕是很厚,很稠 以及成条状的 可能跌跌跌下来不断的,拔得很长的 那这个呢就是Calibicromicum这个阵形 是重落酸甲这个阵形了 那如果这个症状呢出现呢 是因为冻痴,受寒而冻痴的 那你就会想到两种简单的疗势 一个就是流化钙 或者就是那个马前子 那这两个呢跟冻的疗有关 是冻痴出现的了 那如果你发现那个病者 那种分泌出来呢 是臭臭的 鼻孔分泌出来臭臭的 那你就想到有两种简单的疗势 就是那个拱 水银 就是那个,还有就是hepasulfurus 就是流化钙 这两种都是有种臭的气味的 OK 那如果那个症状呢就是说呢 室外呢 就是差一点的 OK 走出去呢,它就会差一点的了 在室内呢就没那么差的了 那就会想到是马前子了 或者那个hepasulfurus 刚才所说的hepasulfurus 流化钙 那如果一个小孩 出现在小孩那里 那他也是个人呢就是哭哭哭哭啊 很疲心啊 就是很疲心啊 那这个呢就是 Porsetella了 发头翁 OK 那尤其是呢 如果这个的 这个鼻竇员呢 如果是室外走下呢 在户外空气走呢 他就会觉得舒服一点呢 那这个很大机会呢 也是白头翁 Porsetella OK 那用法呢 我们通常是怎样用呢 通常呢 用三十支都足够了 每四个钟头给他用 直接呢 它改善了 那通常呢 改善了之后呢 如果你用了几势 是完全没有改善呢 那这个疗势可能不对的了 那就可以转疗势的 好了 有改善了之后呢 你就可以不用用得这么密 觉得它叉了才用 OK 但当然呢 如果你又很难说是不是 就是做了之后 有什么时候叉了呢 那就不用等它叉了才用就可以了 你都继续重复地用它 用它几下 通常呢 是可以这样说呢 是几个钟头或者 迟些可能几日啦 看这个症状 就是几久的时间啦 都会改善得到的了 嗯 好啊 好啊 这个就是 鼻豆炎这个情况 都很常见的了 那大家就可以用个疗势 那如果没有遥剂之前 我们有没有其他的自然的方法呢 家庭 家庭有些什么呢 通常呢 简单一些啦 就是拿的液毛巾 就是濕的液毛巾 敷在鼻豆 可以舒缓冲血的问题 那市面上有很多的了 就是用那个 紫椎花 金饮草 这里很多时候买到的了 那来到加强你的免疫能力啦 那当然其他维他命呀 比如维他命A呀 那个 那个β-carotene呀 胡萝卜素呀 维他命C呀 星呀 这些很简单的东西呢 很多地方都可以买得到的 那这个是有帮助的 那有些人就会懂得呢 是拿一些清洗的鼻鼻 那印度呢 有一只叫做nethy pot 就是一个特别帮你的洗鼻壶的 那有些是 有些可能是 铜的 我以前的我们健康店都可以买的 那现在最近呢 就 就找不到啦 就是货呢 就是很难找的 在印度呢 找人帮他买回来 这不是那么容易找得到的 那有些是 有些是塑膠中啦 就是有些不同 不同类型的方法呢 就是来到充洗鼻的 那就是大家要学一下 就是买到这个工具呢 可以 就是应该有些 教你怎样去使用的啦 那我们健康店都有一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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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都可以的 是的 是的 那些都可以被他用来清洗 就是等他有时可能他就是说 其中刚才说过了 他有一些鼻涕 那些太稠了 根本都出不了来的时候呢 其实可以用这些 是啦 是的 那你绷一下 绷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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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绷一些少少水 是的 让他慢慢地 那些盐水 来到清洗鼻子 就是一边入 绷入去 上边入 下边的流出来 这样 或者绷了之后 没多久 自己滲出来 是的 那这些都会 就是很有限 那当然呢 加点盐 加点 加点海盐 或者什么都好 总之普通盐 都可以帮助的啦 好了 那有些人呢 就用一些 新辣一些的食物 就是会帮你通鼻的 比如好像胡椒粉 那些芥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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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吃了之后 鼻子供到会通鼻 那这个都 如果有些东西都可以用的 那在这个阶段呢 当然就不要喝那些 牛鱼类的食物啦 因为牛鱼类的食物是野痰的 那甜啊 凍啊 汽水那些 当然这个时候不要用啦 那但如果有时候 如果家里 相信大家都有啦 就是拿些姜 拿些姜 葱水 就是几片姜 葱水 葱水 那来到当地去喝呢 都会帮助你 就是疏通 这个鼻豆炎的啦 嗯 好啊 那这样 那袁先生 麻烦你也都帮我们的听众呢 每一只疗剂呢 都详细解释下啦 那让他们可以呢 真的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就都可以呢 快点找到对的疗剂呢 是的 OK 那我也是这样啦 以我过去的临床经验呢 那我也是由一只只介绍啦 第一只应该是我自己经常就采用的 那第一只呢 就是那个 那个 Calybichromicum OK Calybichromicum 是重落酸甲 重落酸甲 Calybichromicum 就是Potessium bichromicum 就是那个 那个 那个化学的名字 应该Potessium bichromicum 好了 Calybichromicum 通常呢 是适用一些呢 那个 那个分泌呢 是比较稼 还有条状 OK 就是不断的 嘟嘟嘟嘟 不断的 好像省状那样的 黄黄绿绿的 鼻分辨 当然呢 他人会觉得很 即是很失啦 失到呢 是觉得 那个鼻垂的地方呢 那个鼻梁啊 那个面珠灯那里呢 那里呢 种种脏 种压力那种痛楚的 有时候呢 你会发现呢 拔出来的那些鼻屎鼻涕呢 是成舊的拔出来呢 跟着留下那个鼻腔呢 是形成损损这种的感觉的 那也都看到呢 有些人呢 说话呢 就我们叫做呢 很有鼻斗声的 有鼻塞塞的那样 那当然呢 也都很大机会呢 他就是没有了臭角 那这个呢 就是Carlybicromicum 可以说呢 是经常用得 用得到的了 好了 第二种呢 就是那个马前子了 OK 那马前子呢 通常呢 都是个人呢 就会打痴啦 流鼻涕啦 流鼻水也流鼻涕啦 尤其是早上起床的时候 就是遇到空气的改变了 那样 那样就突然之间呢 就是早上呢 就会打痴一次 然后流鼻涕 那到晚上呢 就鼻塞了 OK 那整天都要嗦鼻嗦鼻 那遇到出外了 就是以后出外空气好一点嘛 对不对啊 对那些马前子的人呢 就更差的 更失更失的 那马前子的人呢 平时呢 都是很博杀的人啦 做事很劲力啦 就是要赢的 要赢的 他人比较稳症 没有什么耐性的 OK 那也有时候看到呢 那个患处的鼻腔呢 可能有些损的 有些痛得来的 有些损的 或者呢 发现鼻骨里面 很痕很痕 那么 鼻就塞 但是呢 流出来呢 是有清水 清滴流出来的 那么 那马前子的人呢 对那些 气味啊 香料啊 这些是特别 特别敏感的 那马前子的人 平时呢 喜欢吃完那些 就是新辣的东西啊 辣椒啊 那些 喜欢吃大鱼大肉啊 那些 喜欢喝酒一下 那些 就是喜欢吃一些刺激品的 那这个呢 也是一个 就是很多时候用得着的 尿剂了 好了 那第三种呢 我会介绍呢 就是那个 那个白头翁 啊 那 那 那个 症状呢 分泌出来呢 都是稚稠的 啊 就是通常呢 是稚的 还有呢 就是比较淡一点 就是淡的 稠的 不像激醒 啊 就是不会说呢 流出来的东西呢 令到你的鼻腔啊 鼻上唇呢 就好像損損那样的 那样的 那也都会有时候呢 是黄黄黄绿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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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呢 它鼻室呢 如果在室内 或者躺下 是比较差 如果在室内 的话 就会比较良 trong 但是呢 更 zijn 不知 Kard աذi�� 其实 nessa 好 37 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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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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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zo2 比较嗲嗲一些,尤其是小朋友这些 很容易都会用到白头翁的 它对于暖的房间、焗的房间不行 肥腻的东西不行 它喜欢是空气流通的户外的地方 但它平时很喜欢吃一些冰淇淋的东西 或者吃那个花生酱眼这些 这些是白头翁型的喜好食物 接着就是流化钢 流化钢 都是鼻塞的,遇到冻冷的空气 干冻的空气就会流鼻涕 还有记住是痛的,尤其鼻梁是很痛的 鼻骨又痛又失 还有鼻涕自己的感觉好像经常闻到一些臭的芝士 有种有气味的 那个喜不修的流化钢的人 性情方面都是比较稳稳一点 经常多多投诉的 很多东西都是令到他不舒服的 一种这样的性情 看起来在当时很怕冻风 喜欢暖,他人都喜欢包住他 空气的面都希望包住他 还有他们可能会喜欢吃那些醋 不喜欢吃肥肥的东西 这个就是流化钢的阵型 最后一种就是拱,水银 水银的阵型 都是比较黄黄黄的鼻的分泌物 他也觉得有很多臭味 可能旁边人都闻得到 觉得他的口气很重 汗味也很重 分泌物也很臭 尼胎就很好 对温度方面又怕冻又怕热 两样都不行了 好像水银那样 有时候升高升低 冻也都能找到 有时候他会觉得 口汗就有一些金属的异味 好了 鼻汗里面可能是喘了 或者是潰扬了 还有他的流的分泌物 有时候可能很稠 留得不暢顺 但也有时候留得相当暢顺 而那个面珠丹会发现是种种和红红的 通常晚上会差 遇到风会差 最好就是温度 要很适中的温度 又不能冷又不能热 他平时喜欢吃面包 擦牛油 面包 这个就是拱形 正形 就会这样 好 谢谢袁医生 帮我们介绍了五种疗剂 相信这一期 对很多听众来说 应该相当之有用 因为鼻竇炎在现在普遍上来说 很多时候都遇到有的 只是看不同的情况 有多久 刚才说过 如果找得对的疗剂 很快的症状就会舒缓了 减退了 但是应该就会 病人都需要 用一段时间 才可以去跟治到 这个鼻竇炎 这个 永远都是保持自己的身体 强壮一点的时候 应该就可以 可以再会翻发到的情况 就会减少一点 还有 经常都说的 就及早医治 教了疗剂 大家在家居常备了 一些疗剂的套装的时候 真的遇到情况的时候 你立刻可以 是帮它用到 就不需要 就是说 是搞了一轮之后 甚至出现了后遗症之后 才去医治 就更加时间 需要长远一点 今天的时间 分享都差不多了 我们多谢袁医生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做一个会诊 电话号码是 25773798 如果想查询一些健康产品 或者疗剂方面 可以联络我们的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 28824848 而在海外的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回我们的网址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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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